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文人雅士热衷于研究美食 并留下了大量的美食诗篇和文章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美食种类和做法 还表达了人们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 那么宋朝人日常都会吃些什么 他们的烹饪文化又会呈现出怎样独具一格的特征呢 浙江财经大学何希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二集 《绝牙真嫩鸦春书》 最近有一句非常火的网络用语 叫做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 不过我找了很久都没能找着出处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 大约和这句话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其他的事都可以凑合 唯独饭不能不吃嘛 宋代人以生活精致著成 那么关于吃饭这个事就是更加不能苟且的了 宋代人吃点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众所周知 杭州有一道从宋代流传至今的名菜 叫做宋扫鱼羹 宋扫鱼羹本来是西湖边上的一道小吃 原名叫宋五扫鱼羹 宋末原初有诗云 胡头双讲藕花心 五扫鱼羹屈苑春 宋五扫鱼羹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宋五扫做鱼羹啊 有一味独门秘制的调料 那就是它单独烹制的老陈醋 这个老陈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它需要使用四川特产的花椒进行烹制 烹制以后的老陈醋在酸中带着那么一点微微的麻味 宋五扫制作鱼羹的时候要选取新鲜的桂鱼 将桂鱼去骨加入盐 生姜 葱段和少许的黄酒一起上锅蒸熟 蒸熟以后的鱼肉捣烂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呢在锅中加油 油中放葱段炸出葱油来将葱段滤出 再加入高汤 待高汤煮沸以后加入笋丝香菇丝调味 同时在再次快要沸腾的时候勾入西芡汁 然后加入事先调制好的蛋黄叶 等到将要再次煮沸的时候 再淋入两勺特制的老陈醋 加上秋油 加一点香油 这样一碗酸麻可口的鱼羹就做成了 听到这里 大家也许会好奇 秋油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秋油就是经过三幅暴晒 在深秋时节律出的第一抽酱油 根据古人的描述 这种酱油味道十分鲜美 非普通酱油可以比拟的 我们说回宋五扫鱼羹 刚才我们讲了 宋五扫鱼羹本来是西湖边上 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 那它本来是小吃 为什么就变成了流传至今的名菜了呢 这个事啊 和宋高宗赵构还有那么一点关系 南宋纯夕六年的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宋孝宗陪着已经是太上皇的高宗皇帝赵构 到西湖上乘龙舟游春 因为盛价出行嘛 看热闹的人非常多 所以许多做买卖的人呢 也趁着人流量大 跑到湖上来做生意 当时光卖酒的酒家都不止百十家 在这些酒家中啊 有一个酒家婆姓宋 排名第五 人称宋五扫 因为她是汴京人士嘛 所以她混在酒家中叫卖 自然是汴京口音 这个时候太上皇赵构 在龙舟中听到了 有汴京口音的人叫卖 顿觉十分亲切 就命太监把这个叫卖的人喊上船来 宋五扫上了船 边上一个老太监 忽然就认出了宋五扫 说道 启禀太上皇 她是原来住在那个汴京坊楼底下的宋五扫呀 她煮的鱼羹最好吃了 于是呢 赵构就命宋五扫煮鱼羹来吃 鱼羹煮好献上来 赵构一尝 果然是异常鲜美 一边吃 一边就随口跟宋五扫聊着天 她问 老嫂子呀 你既然是汴京人 你怎么来了这杭州呢 赵构这一问 不打紧 宋五扫是悲从中来 她说 祈禀太上皇呀 不瞒您说 靖康二年 成破之时 精兵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我的鱼羹铺也被砸了 家也没了 后来就跟着逃难的人 一路逃到了临安 好不容易在苏堤边上住下来 卖鱼羹为生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回老家呀 赵构一听宋五扫的话 也不由得悲从中来 十分同情宋五扫 于是呢 就命人赏了她 金钱十文 银钱一百文 捐一百匹 这个事啊 一传十 十传百 传的是 临安城中 人人皆知 此后 临安城中的 这个公子父户 王孙贵族 都纷纷地 来宋五扫这里 买鱼羹吃 宋五扫 则因为这碗鱼羹 成了临安城中的巨父 这个故事 被南宋人周密 记录在武林救世之中 后来到了明代 冯梦龙呢 将他收到了古今小说里 还给他加了四句诗 这四句诗是 一碗鱼羹 值几钱 旧经一智 动天炎 识人备驾来征事 半买君恩 半买仙 由此可见 临安城中的公子父户 找宋五扫 吃鱼羹 吃的虽然是鱼羹 却也是满满的 故土之情呀 自古以来 食物都承载着 思乡深情 西锦明氏张翰 一生并未以仕途 工业扬名史册 但他与家乡美食之间的 一桩奇纹 却传为后世美谈 为了吃上一口 家乡美食 鲁鱼块 就是鲁鱼制作的生鱼片 他毅然放弃眼前的高官厚禄 决然洒脱的词官返乡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 而宋人作为吃货界 扛把子 自然是不会放过 生鱼片这个美食 那么宋朝人 是如何食用生鱼片的 他们所食用的生鱼片 与现代我们常吃的生鱼片 有何不同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宋代非常流行的 吃鱼方法 叫做食快 快是什么呢 快就是生鱼片 我们古人 吃生鱼片的习惯 是由来已久 那么到了宋代 作为吃货界 扛把子的宋朝人 自然是不能放过 生鱼片这个美食 宋人管生鱼片叫做快 注意啊 这个快的写法 它是鱼字旁的 有别于宋以前 这个月子旁的快 它两个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因为在秦汉以后啊 这个月子旁的快 不仅仅用来指代生鱼片 凡是切成薄片的肉 都可以叫做快 为了便于理解呢 后来的人呢 就在快前面加一个定语 比如鲤鱼切的快呢 就叫鲤快 鲁鱼切的快呢 就叫鲁鱼快等等 宋代的人觉得 这样区分太麻烦了 就直接用鱼字旁的快 来特制生鱼片 宋代的人呢 吃生鱼片 还吃出了境界 他们把制作生鱼片的鱼呢 分成了三六九等 那么最上等的 制作生鱼片的鱼 是什么鱼呢 您一定想不到 是野生的鲫鱼 宋人对于生鱼片的热爱 是如痴如狂 其中许多名人 都非常爱吃生鱼片 这里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欧阳修 就是生鱼片的忠实爱好者 欧阳修祖籍江西 在四川长大 后来中了晋士以后呢 在东京汴梁城中做官 欧阳修是南方人 因此他十分喜欢吃生鱼片 而北宋初年的东京汴梁城 因为地处北方 有很多南方的饮食尚未传入 于是烹饪这个生鱼片的厨子 非常少 大家可能会疑问 这烹饪生鱼片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把鱼切成片吗 各位有所不知 当时的生鱼片呀 和现在吃的三文鱼的生鱼片 有所不同 三文鱼它的刺比较少 直接切成片就行 而我刚才讲过了 宋代人认为 最上等的吃生鱼片的鱼 是野生的鲫鱼 这鲫鱼是什么鱼 是淡水鱼 淡水鱼的刺非常多 于是呢就对厨子 这个烹饪要求非常高 不仅仅要将鲫鱼去骨 片得越薄越好 还要配以左餐的紫酥 芥末等调料 这就对厨师有很高的要求了 不是普通的厨师 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这个问题 并没有难住 作为吃货的欧阳修 欧阳修呀 有一个朋友 叫做梅瑶辰 梅瑶辰家里有一个厨娘 会制作生鱼片 于是欧阳修 每次得到了寄鱼 就拎着寄鱼 去梅瑶辰家吃 而梅瑶辰对欧阳修 那却是妥妥的真爱 卖寄鱼八九尾 用书许相过 留以给善 这说什么呢 这说梅瑶辰哪 买到了寄鱼八九尾 等着欧阳修来 给他做生鱼片吃 菜种谋 为寄鱼十六尾 鱼翼在香城时 获此鱼 留以持永书 大家看 好不容易有人送来了寄鱼 还要等欧阳修来了再吃 甚至有一次 梅瑶辰在京城做官 因为得到了寄鱼 而又没有能等到欧阳修来吃 心中十分难过 还写了一首诗 记录这件事 西长得元祭 留待故人时 金君远赠之 故人大河北 愉快无袍人 玉祭无鸟翼 放之已不活 烹煮费心急 大家看 这老梅对欧阳修 是不是妥妥的真爱 在北宋初年 欧阳修吃个生鱼片 需要费挺大的劲 但是据东京孟华路记载 到了徽宗年间 其实吃生鱼片这件事 在东京城中就已经非常风靡了 当时的皇家御苑金明池 每到三月初一会对外开放 向游人开放的金明池 除了会迎来很多游客之外 还会迎来许多钓鱼的钓客 这些钓鱼的钓客 钓得了鱼 就会现场高价地卖给游客 而游客就现场雇厨子 当场制作生鱼片 称为玄切鱼块 就是现场制作 现吃现做的生鱼片 由此可见 当时在东京汴梁城内 找个会做生鱼片的厨子 应该不是很复杂的事了 宋人除了喜欢鱼羹生鱼片 还有一种食物 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 那就是火锅 宋人孟元老所著 《东京孟华录》记载 有丝浸暖炉炭 民间皆至酒 做暖炉会也 按照今天的理解 暖炉会就是古人的火锅派对 由此可见 火锅在宋代已风行民间 而火锅的菜肴 无非两大类 一是肉食 二是蔬菜 那么宋代人常吃的 荤菜和素菜都有哪些 除火锅外 宋代菜肴的烹饪方式 还有哪些呢 请继续收看 浙江财经大学 何希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宋孟华录》第一部第二集 《绝牙真嫩鸭春书》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饮食 叫做波瑕贡 波瑕贡啊 其实就是火锅 那火锅为什么就叫了波瑕贡呢 这里呢 我先卖个关子 咱先来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林洪 他是福建人 终身没有做官 性格非常散淡 早年呢 游荡在江淮地区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叫做《山家亲贡》 书里记录了宋代各种的美食 还有美食的做法 以及这些美食产生的故事 波瑕贡这个菜啊 就记录在《山家亲贡》 这本书里 林洪说 有一天啊 他在武夷山去拜访指指师 这指指师是谁呢 这个指指师啊 原名葛长庚 祖籍是福建敏青人 他是道教南宗的第五代传人 他一生中曾经三次入武夷山修道 晚年住持指指安 林洪呢 正值冬日去寻访指指师 他冒着鹅毛大雪在山路上赶路 这个时候忽然有一只野兔 从陡峭的山壁上滑落下来 摔晕在他面前 林洪啊 是一个妥妥的吃货 这时候他看见摔晕在自己面前的野兔 他觉得这简直是天降的美味呀 但是由于山上没有厨子 他只好拎起这只野兔 继继续赶路去寻访指指师 到了指指安 见到指指师和指指师略作寒暄以后呢 他就讲了捡到兔子 这件事儿 并且还表达了自己很想吃这只兔子的欲望 指指师嘛 也是一个非常不拘小节的奇人 他就给林洪介绍了一个吃法 就是把这个兔肉啊 切成薄片 用焦酱等调料进行腌制 然后取一个小锅 煮半锅开水 等到这个水开以后啊 把这个切成薄片的兔肉 在锅中涮熟了以后呢 再按个人的口味调好蘸料 蘸料吃 大家看 这不就是火锅吗 林洪听了以后啊 依法炮制 吃的是不亦乐乎 过了五六年以后 林洪呢 游荡到了京城 在友人杨永斋家的家宴上 又吃到了这一味兔肉火锅 思绪不由地回到了 武夷山那天大雪纷飞的指指安 想起在大雪纷飞的院子中 冒着白烟的火锅和白烟中翻飞的兔肉 于是呢他写了两句诗 浪涌晴江雪 风帆晚照霞 大家想在纷飞的大雪之中 火锅白烟深腾 粉红色的兔肉在火锅中翻涌 拿筷子拨动兔肉 可不就是如拨动晚霞一般吗 于是林洪呢就给这个吃法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叫做波霞贡 林洪还讲了 这种吃法呀 不止可以算兔肉吃 还可以算鸡肉鸭肉羊肉狗肉等等肉 宋代呀 菜肴的烹饪方法已经开始非常丰富了 除了腌制 糟卤 制烤之外 烹煎煮炸 各项工艺都已经有了 如果我们只按照记忆给这些菜肴分类 就太复杂了 我们直接来一个简单粗暴的 按照食材来分 刚才讲到的 宋五扫鱼羹和生鱼片 都是水产品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波霞贡呢 属于禽肉类食材 宋人经常吃的禽肉类食材 林洪刚才也讲了 除了兔肉之外 还有鸡肉 鸭肉 鹅肉等等等等肉 那么在这些肉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肉呢 就是猪肉了 为什么是猪肉 因为生猪养殖技术 到了宋代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养殖生猪不像养殖牛羊一样 需要大片的草场 它的这个要求条件非常低 你随便圈一块地就可以养它两头 所以当时的生猪养殖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社会上层阶级 并不喜欢吃猪肉 这个不喜欢呀 并不只是饮食爱好 而是源于宋代的祖宗家法 宋代皇室祖宗家法有特别的规定 猪肉啊 是不允许进浴厨的 浴厨烹饪肉品用什么肉呢 用羊肉 因此社会上层和贵族阶级 以羊肉为贵 羊肉的价钱非常高 那么因为贵族上层阶级不吃猪肉 猪肉的价钱自然是非常低的了 那么它就是老百姓最常食用的食材 宋代关于猪肉的烹饪方法有很多 老百姓也比较热爱吃猪肉 其中最热爱吃猪肉的有一个名人 大家一定都知道 那就是苏东坡了 苏东坡还写过猪肉送 敬喜称少灼水 柴头眼烟厌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食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嫁贱如土 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凉碗 保得自家君莫管 大家看苏东坡多么喜欢吃猪肉啊 关于猪肉的烹饪方法当时非常丰富 有制猪肉 杂凹蹄爪烤猪肉等等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莫国于东坡肉了 至于东坡肉的故事 想必大家耳熟能详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我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道苏东坡发明的素菜 这个菜叫什么呢 叫做东坡豆腐 东坡豆腐怎么做呢 山家亲贡中说 做东坡豆腐需要用葱油 将豆腐两面煎黄 然后研磨一二十枚香菲子 合着酱料与豆腐同煮 当然也可以仅用酒来煨豆腐 这两种做法都非常好吃 我们古人很早就知道 从植物中摄取蛋白质 来补充能量 这最主要的吃法就是豆腐 植物蛋白除了做豆腐吃 还可以怎么吃呢 宋代的人呢还生豆芽吃 并且呢 他们还给豆芽起了一个 非常雅致的名字 叫做鹅黄豆生 当然我刚才讲了豆腐和豆芽 这都不是青菜 那宋代人青菜吃什么呢 林洪在山家青贡中提到了一个菜 叫做山家三翠 林洪说山家三翠这个菜呀 是他一个好朋友赵竹熙发明的 怎么做呢 山家三翠需要选取鲜嫩的嫩笋和焦白切丝 然后呢和这鲜嫩的枸杆牙一起 用水焯熟 再加上盐 胡椒 然后呢 滴一点醋 酱油和香油同时拌匀 拌匀之后的山家三翠呢 非常的爽口 咬在口中是歌之作响 非常之美味 我们讲了这么多菜品 没有提到主食 而宋代的时候 又不流行低碳水饮食 那么饭总还是要的 提到饭 我不由的又想起了一个 和苏东坡有关的故事 这个故事记录在南宋人朱便写的 曲伟旧文里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苏东坡曾经对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刘班 讲过自己和弟弟 喂种科举之前 吃三白饭的故事 刘班是谁呢 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大家一定知道 司马光编写过资质通鉴 而刘班呢 就是司马光编写资质通鉴的 副主编 苏东坡对刘班讲 谋于舍地 习智科时日享三白 使之甚美 不复信 世间有八真也 三白饭有哪三白呢 就是一碟白盐 一碟白萝卜 和一碗白饭 刘班听了苏东坡讲的这个故事 觉得特别有意思 过了一阵 他就戏耍苏东坡 对他讲 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啊 我请你吃小饭 苏东坡一听 小饭蛮有意思的 我没吃过嘛 于是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刘班家 他到了刘班家进门一看 饭桌上没有什么丰富的菜品 只摆着一碟盐巴 一碟白萝卜和一碗白饭 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刘班是戏耍于他 苏东坡讲 说你不是请我吃饭吗 怎么只有这些呀 刘班说 你看一碟白盐 一碟白萝卜 一碗白饭 合在一起三个白 不就是小饭吗 苏东坡听了以后啊 也颇觉十分无奈 于是灵机一动 就跟刘班讲 那你明天来我家 我请你吃脆饭 刘班听了以后 其实当时就知道 苏东坡是要抱他 戏耍他的一箭之丑 但是呢 由于不知道脆饭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二天还是去了苏东坡家 刘班去了苏东坡家 东坡把他淫入家 两人就坐下喝茶 一直喝茶一直喝茶 到了吃饭的时候 还不见饭菜上来 刘班就问 你请我吃饭 饭呢 东坡说你且别急 我们继续喝茶聊天 又继续喝茶 还不见饭上来 如是再三 刘班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于是他就对苏东坡讲 我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你不是请我吃饭吗 饭呢 苏东坡说 你看 盐也毛 饭也毛 萝卜也毛 因为四川人啊 发音这个煤和毛 两个音非常近似 说毛就是代表没有的意思 那苏东坡讲 这三个毛加在一起 不就是脆吗 脆饭就是什么也没有啊 刘班一听 哈哈大笑说 我知道你 定然是抱我 戏耍于你的一见之仇 但是没想到脆饭 是这样解释的呀 苏东坡听了 也哈哈大笑说 哎呀 我没有那么小气 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于是就吩咐下人 快快地摆上韭菜来 两人喝得是冰煮近欢 到很晚才散 我刚才讲到的饭呢 就是米饭 米饭呢 是宋代人的主要主食 米饭呢 主要以各种穀物 蒸制而成 根据蒸制米饭的穀物的不同 宋代的这个米饭 有很多种 可以分为青筋饭 八宝饭 大骨饭 等等等等 除了蒸制米饭之外呢 宋人还会在米中 加入比较大量的水 来熬制成粥 和各种不同材料的米饭一样 粥呢 根据熬粥的食材的不同 也可以分为八宝粥 七宝素粥 梅粥等等等等 宋人食粥呢 对于平民来说 是用作饱腹之用 因为当时粮食 有时候是不足的 粥嘛 比较容易饱腹 除此之外呢 老年人呢 也认为 粥比较易于消化吸收 是用来养生的 米这种食物啊 除了用来蒸饭 做粥吃 其实呢 当时的人 还吃一种 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零食 这个零食是什么呢 就是爆米花 宋代的爆米花啊 是用糯米做的 据范城大在吴郡志中记载 在吴帝每年的正月十五 家家都会做 这种糯米制成的爆米花 制作糯米的爆米花呢 在当时的吴帝是一件 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家中每个人都会参与 怎么参与呢 在烧热的大铁锅中 每个人会抓起一把米 分别投下 然后呢 以投入的米 爆出米花数量的多少 来占补第二年的运势 后世人曾经写诗 来讲这件事情叫 东入无门十万家 家家爆股补年华 旧锅抛下黄金素 转手翻成白玉花 红粉美人占喜事 白头老嫂 问生涯 小来装饰助儿女 数片梅花 插并写 由诗可以知道 当时的人爆米花呀 成年人是用来占补 第二年的运势 而姑娘们则用它 补问自己 未来的婆家 宋代的主食啊 除了各种米制品之外 还有各种面食 宋代的人啊 把各种面食都称为饼 宋人程大昌 在《眼帆录》中说 饼 并也 搜卖 使和并也 这个解释啊 并不是程大昌 首创的 他引用的 是汉代流西 市民中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 面粉中加入水 然后通过揉摁 使二者合并 因此呢 就把所有的面粉制品 都称为饼了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饼这个称呼啊 并不是宋人首创 而宋代饼 为什么非常多呢 只是因为 面粉制品的 这个制作工艺啊 到了宋代 变得非常繁多 在宋代 煮在锅里的 叫做汤饼 蒸在锅里的 叫做催饼 放在炉中烤的 叫做糊饼 在锅中炸的 叫做缓饼 等等等等 在这众多的饼之中啊 宋人最常吃的 莫过于催饼了 哎 你没有听错 就是五大郎 卖的那个催饼 大家有所不知 这个催饼呢 因为它是蒸的 它本来不叫催饼 实际上催饼这种食物呢 它和烧饼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和我们今天吃的馒头啊 非常相似 只是形状更类似于饼 催饼呢 本来叫做蒸饼 后来到了仁宗朝的时候 因为蒸和仁宗的名字 蒸 两个音非常容易混淆 为了避仁宗的会 就改为催饼了 催饼这种食物 虽然普通 但是你别看它普通 皇帝也是吃过的 据靖康传信录记载 在第一次汴京城破的时候 宋徽宗于正月初三 由通经门出汴京城 起初先是呈小船 后来觉得小船太慢 就换了鲸鱼 又觉得鲸鱼还是太慢 这个时候呢 在河边碰上了一艘 拉砖石的船 于是就上了这艘 拉砖石的大船 由于出逃匆忙 并没有准备任何食物 一路匆匆地赶路 徽宗始终都没有能吃到什么东西 上了大船 终于安顿下来的时候 陪在徽宗身边的近视呢 就问船上的船夫 讨来了一个催饼 与徽宗分而食之 想必在宫中 习惯锦衣玉食的徽宗 此时吃着催饼 定然觉得是格外的香甜 宋代的饼啊 除了催饼 还有一种 是现代大家非常熟悉的 是什么饼呢 那就是环饼 环饼呢 其实就是散子 因为呢 它经常用作寒食节的供奉 所以呢 也被称为寒剧 环饼这种食物 通常是由小商小贩 挑着担子 在街上叫卖的 而宋代的小商小贩 非常有意思 它叫卖环饼的时候啊 不是直接叫卖这种食物的名称 比如说喊卖环饼啊 卖环饼啊 不是这样喊 它一定要喊一句很特别的话 语出惊人 来引得客人光顾 于是呢 有这么一个小贩 他挑着担子卖环饼 他怎么喊呢 他喊 亏便亏我也 亏便亏我也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哎呀 我这个买卖非常亏啊 你买了以后亏的 我都心疼受不了了 大家想 他这么一喊 大家肯定就好奇 这卖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自然光顾他买卖的人就多了 而这个小贩呢 当时经常在哪里卖环饼呢 他常常是挑着担子 游走在汴京城中 走到当时废后 孟皇后居住的姚华宫的宫墙外 就放下担子大喊 亏便亏我也 喊来喊去 忽然有一天 正喊着 来了一群人 就把他抓走了 这群人是什么人呢 是开封府的官柴 开封府的官柴 把这小贩抓走了 抓到开封府 就审问起他来 说你为什么 天天在废后居住的姚华宫外大喊呀 你是不是对废后这个事有什么怨气 有什么想法呀 这卖环饼的小贩 顿时觉得十分冤枉 他辩解道 他说官人啊 你们有所不知 我就是一个卖环饼的 我哪知道什么 费不费后的事啊 我只是希望 每天能多卖一点环饼而已 这开封府把他审来审去 发现他讲的也是真的 他确实就是一个卖环饼的 但是捉都捉了 就这么把他放了 岂不是忒没有面子了 于是呢 开封府的官吏就跟他说 虽然你确实是卖环饼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每天喊的那是什么地儿啊 你喊的那地儿呢 是废后居住的姚华宫呀 你天天在这里大喊 亏死了亏死了 你岂不是对皇帝不敬吗 念在你没有恶意也是出饭 那么我就赏你一百亭杖 放了你吧 大家想一百亭杖 那打下去是人能受的吗 好在这小贩天天挑着担子 走街串巷身体不错 挨了亭杖就回了家 休息了一阵子 又出来卖环饼了 卖环饼的时候因为挨了打吗 腿脚不好了 于是就走走停停 这下卖环饼的耗子也变了 变成什么呢 叫带我放下歇子个 因为他走不动嘛 所以走一走就带我放下歇子个呀 人们每次一听到他这个叫卖 就不由地想起 他被开封府抓走的这桩糗事 于是呢 大家就喜欢跟着他的担子 来嘲笑于他 但是呢 因祸得福 这样一来买他环饼的人 也就多了起来 宋代的面食 除了催饼环饼之外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包子和馒头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宋代的包子和馒头啊 都是有馅的 两者唯一的区别 只是因为他俩造型不太一样 馒头呢 因为长得比较光滑又圆润 非常形似人头 所以叫馒头 宋代的馒头 根据馅料的不同 品种有很多 比如四色馒头 这个香菇馒头 肉馒头 豆沙馒头等等等等 因为品种繁多 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里 就不一一地介绍了 今天我们讲述的内容 就到这里 今天介绍了很多 宋代的美食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和大家将会一起了解 宋代的各种饮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